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回到第四节 之前你记得我们做过一次神秘之力节目 二十一世纪诛罗纪公园 这个是很久之前 是吗? 当时是怎样弄出孔鹿 我也知道2011? 那时是十几年前 但现在是不是真的能做到? 就是这样说 现在我们会想 现在不是在想是否能做到 是在想是哪一个绝种的物种 将会率先被我们去复活 现在已经是想到这个地步 问题是哪一个以绝种的物种 可以尽快将整个基因图谱 全完整的基因图谱 全完整的基因图谱 我问你 这些动物主种 你最想变成哪种是 即是 翻出来的 我先申报一下 我就想做一只长颈龙 OK 即是恐龙的东西 对不对? 你问我 我觉得 不如尼安德塔人 还要 好 我真的很想知道 尼安德塔人 最后是否与他聊天 对不对? 不,尼安德塔人是和别人帮忙 是的 已经证实了 但我也想知道 他们在过程中是如何沟通 这些事情你真的不埋牙 不知道 但他先打你 你会发觉 能够拥有完整基因图谱的东西 似乎都是一些 可能比较准备好 可以复制的东西 但是 你要去复活尼安德塔人 意味着是什么? 你要在哪里找个母体? 他一定是找一个 跟他极相似物种来作为母体 那个近似物种只能是现代智人 所以一定牵涉到道德问题 所以是没有人会做的 但如果这样说 一个人的子宫可否生个猴子出来? 照计就不行 因为牵涉到寿床的问题 就是寿晶卵寿床的问题 有些物种以为似 但不行就不行 或者就算是硬可以 但出来影响下一代的法育是不完整的 譬如狮子和护膠 是的 硬来是可以的 试过是可以的 但又不是下下可以的 是吗? 即是马和奴 生女孩子 是的 那些又会是这样的 你的物种相似是可以的 而且似到一个地步够近 近到连后代 还会继续有生育能力 譬如现代智人 尼安德塔人丹尼索亚人就是这些 近到这样的一个地步 不过我觉得 其实我刚才说 復活尼安德塔人 等他们集交浪费气 我们便就是现代智人 和尼安德塔人集交的结果 所以就搞成这样 是的 是的 开场白说不久 其实说了一宗新闻 就是现在长毛杖的皮 上面的验识体 已经找到他们的发射了 这个发现有什么重要呢? 他这样说 我们一直都知道 其实长毛杖 并不是绝了一种太久的 怎样为之不太久呢? 那些纯粹几千年 一万年那些已经够不久了 尼安德塔人就四万年 你再太久那些 你基本上很难找到 完整的基因图谱 你那些尼安德塔人 和我们相差四万年五万年 已经是叫做 这样都可以重组 已经算是这样 有些近期才是绝肿的 其实你能数到不少 你如果在大阳洲那些 比较大脊一些的 那些那些 譬如孔鸟 那些东童 那些物种 就完全是我们知道 有人类活动记录之后 就被绝职的东西 真是被人类赶绝的 另外长毛杖 那长毛杖 要保存有个幸运的地方 就是因为旧北西伯利亚 所以有时他不是被人杀死 他是自然地老死坏死的话 他就一直是冰冷了 冻住了 在对 他可能甚至是被一场风雪 被人类赶了 于是他将它冰鲜 冻死了 然后在一个万年 冰了成二万年计的时间 他的腐烂也是比较慢 所以他的完整DNA 保留的可行性就会高一点 即是你不同 那些在大阳洲附近的 嘟嘟鸟 要找一个重组完整DNA 的机会很渺茫 所以我们都会相信 譬如说长毛杖 我们有一天 终于找到一个 保存得很漂亮的一个 一个尸体的样本 里面还找到 它的完整DNA 我们有希望借着 我们现有世界上 最接近它的一些物种 譬如好像 那些 印度附近的那些大象 将借套来复活它 令它生出一只长毛象 这个就是一个很科幻的想法 但是我们现在看到 越来越多的证据 这个目标是越来越近的 为什麽呢? 我们找到被冰鲜封存得很好的 尸体 而且以前我们说过 也找到它的软组织 而且由它软组织 很大希望找到它完整的基因 其实基因除了是一堆数据 你也知道它是双螺旋结构 它双螺旋结构 它双螺旋结构 再会双螺旋结构 一块的东西 就是掩色体 因为掩色体有很多对 人是23对 不同动物也会有不同的数目 如果你有了 连染色体的图谱都齐齐 其实我们更有信心 去迈向复制它 可以这样说 以一个以绝种的物种 一个完整的基因资讯的展现 似乎是长毛像 给出率先有这么好的结果 他用的一个字眼叫Fossil Chromosome 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是 染色体自己变成化石 但纯粹说的是 这块本身是由一块 类似一种化石状态的样本 可以拿出来 世界上很多的一些 以前绝种的物种变成化石 但里面就真的变成了一块石 就不会有任何有机的成分留下 因为整块变成了质 但现在这一个就是 这种长毛像 它拘捕的时候 时间未够久 里面的东西未变得质 还保留了一些原汁原味的东西 例如圆组织 以及里面的一些细胞结构 甚至乎是这些染色体 就变成它是活脏的一个 化石一样存在 但里面竟然可以找到 染色体成分的一个长毛像的样本 现在它说的是长毛像的皮 是否理论上它任何一块 不要理会是哪一块 只要那一块是很自家的 它未全部是变质的 我们都可以变成长毛像出来 这里究竟如何将这些新的基因资讯 去置入去 具体上哪一个方法最快 我不太清楚 我想象到它应该是 用了这个基因数据 然后将一个现有的象 由它开始 然后根据好像装修一样 做很多次的基因剪接 就透过剪接技术的时候 让它可以生出一个 有活体生命的一个 应该是属于长毛像的 就是那个资讯的细胞出来 当然我们现在有能力 就是将这些东西变成一些钢细胞 又由钢细胞变成一些 好像那些精子卵子那些 我明白了 它现在甚至是随便 在里面找到细胞 将它变成抗细胞 是的 将它变成 而且将那些长毛像的资讯 可以剪进去 我想有这个长毛像的掩饰体 是一个很完整的基因资讯图 它里面的东西如何排组 最后如何卷 你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参照 来知道最后 是会有一个最好的依据 去帮你帮你重复一个copy 这里有一个字眼 我想值得说说 Molecular Archaeologist 这个是分子考古学家 真是够刁钻了 但我觉得这个很顺利成章 以我们有看开节目的人 你很容易会明白 分子考古 是吗 分子考古 是的 我们先前说过 那些叫做基因考古 是吗 其实如果你说基因工程 在大学的分类里面 有些人会将它归类在 Molecular Biotechnology里面 即是分子生物技术 因为DNA也是一种分子 不过是一种复合巨型分子 那些人研究的有时对象不是DNA 可能是RNA 可能亦有其他蛋白 亦有其他复合生化的分子 他们都玩的时候 其中有一门专专业玩DNA RNA资讯的那些 就是基因考古学家 你运用到这种分子生物技术 来知道过去的东西 就是一种分子生物技术考古 其实你说什么时候成型的这一行 我会觉得我们刚刚说的 尼安德塔人研究的那群人 他们不是第一批 但我会觉得当他们能够奠定了 尼安德塔人基因图谱的成就之后 就令到这一门学问 真的成为一个大家很公认 可以为大家发现到 一些很有独特的发现 创建的一门学问 科技的发展也形成了 我们有很多新的科技 可能将来还能够加上AI Molecular Archaeology 那你就会 加上Quantum 加上AI的这些字 全部都放进去 全部放进去就可以了 但刚才我们提到的 珠罗紀公园 如果长毛掌这个可以 珠罗紀公园再整一只恐龙 有多大的可能性呢? 这又回到刚才所说的问题 恐龙的时间 6,600万年前之中 以这麽长的时间 你有没有一个希望 可以取得里面的完整基因图谱 即基因资讯呢? 我记得小弟那时也是很小 就是《珠罗紀》第一集的人 那时你小时候不是吧? 那时是中学生 还未成年 那时我记得里面的内容是什么呢? 他由一个虎柏里面 查了那只蚊 那只蚊吸完恐龙血 可以取得DNA 但这就当科幻故事这样听 因为问题是这些有机物 是不是在这个虎柏里 可以很完整地保存这么多年呢? 你是有权去问 它里面的形态可以保存 但里面的东西是会自己瓦解了变了质 令到基因资讯去散失 所以在这里来说 隔过年份太久了 DNA的半衰期是500年 所以如果以这6600万年的东西 你估计它已经衰了多少次 但如果是500年为何能做到呢? 这就是要你有没有足够的资讯量 来帮你去做比对 即是你碎到多少 你碎得来是全部碎掉一粒粒 还是会不会有一些很长长短短的片段呢? 即是等于我们玩的即缩puzzle 是的 原来那盒砌图刚好好拆出来的时候 有很多还在一起 最后你便容易组合成一块 还有一些狗瓦是真的陷在一起的 有些狗瓦都陷在一起的 你便会陷在一起的 是的 但如果作为科幻小说的 就是我可以想象一件事 有只恐龙像这一样 埋在雪地里面 即使是6600万年之前 之后它都完整的 是 逻辑上可能会这样的 是的 如果是恐龙我还会说太原了 说一件事大家想象一点 不如这样吧 大家如果喜欢养宠物 你不想你的宠物就永远消失 你留定它一些基因样本来复制 那你不要说宠物、人 如果你这样说 是的 大家想有梁甘祥节目 以后一百年都有 这个就不用说 AI现在搞定 是的 将它意识上载 要不是你想要有一个 现实实体梁感祥来与它交流 那你就要将它 拿个肿出来 OK? 写住它 实际上不需要很多东西 拿一个 纠结一个细胞 你还原它做那个 你拿一瓶口水就可以了 接着我帮你组养 但是保养要很好 是的 我想这也是牵涉到一个很技术性的问题 譬如说温度、湿度、震汙 如果保养一定要说那种低温保养 那时候人们去草磁带血 草矿细胞的技术 就用液态氮的来处理 但这个在技术上是否可行的? 是可行的 即是现在甚至乎西伯利亚的冰蜂溶解 已经找到很多以那个年代困住的古代细菌 有些人会担心 有些细菌是我们今时今日的人类是受不了的 所以如果冰封冷藏得好 可以一些微细结构的细胞 是比较容易复活的 现在说的可能是一条虫 我们曾经说过 就是一个冰封 如果那条虫都可以活化出来 生命本身的结构要够简单 所以大家对于那些绝肿的动物 不需要可怜它们 只要存在DNA 我们将来就可以让它们复活了 是吧? 很贵 可以的话就原件保存 就比较好 到时要你自己继续重新继续 这次有结束 我们下一次回来就是科学会